这件衣服居然是深受大陆客的喜爱 他们来到台湾呢 认为买这种东西回去 最具有纪念价值 在高雄的六合夜市 有这么一个摊位 什么都不卖 就是卖这样的国旗衣 T恤生意却好的不得了 因为大陆客呢 最喜欢这样的衣服了 无论敢不敢穿 就因为印上了这样的国旗的衣服 感觉上特别有咱们台湾的味道 但是这一件还不便宜哦 要价499 还是让大陆客爱不释手 只是不知道大陆客敢不敢穿 这样子进出海关 说起大拇指 大陆来的客人 看着印有国旗的T恤 摸了又摸爱不释手 年纪大了说只能当领悟了 回国还真的不敢穿出门 不过下一批年轻路客可就勇敢多了 没有差吧 没有差 你们可以穿这 没有关系啊 为什么不可以 对啊蛮特别的 的确很特别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穿在身上 很台湾 乐者从试运 听上奥运 卖到六合夜市 尽管一件要价499 算中高价位的T恤 不过现在光卖大陆客 就让摊位前门庭若市 两个人两双手 停不下来 我们东西一定是台湾制的 不管是大陆制的 那不是笑死的吗 你看他们是台湾制的 他们在大陆的时候 其实他们不太敢穿 因为其实他们还蛮招摇的啦 但是他们会拿回去当纪念品 然后会是送给人家 T恤上大大印着 我爱台湾 这一件则是印上台湾人 不只字样 这几件T恤更引人瞩目 有国父校上的天下围攻 还有梁蒋 蒋中正 蒋经国照片的T恤 经过朱学恒这些台湾T恤 可是台商们的最爱 其实创立T恤越来越风行 但是这一件T恤 可别以为在卖人 其实上面是写着 靠右边走 腰力超好 还有这件小强精神 旁边用英文写上 永远不死 背后也在写上 不使之声 挥鞋斗去 销量最好 T恤上简单几个字 就能表达自我 穿出特色 而且假如怕T恤的字样太敏感 穿到对岸不恰当的话 那么不如穿上 印有台湾之美 或是热情台湾的T恤 不但不会被关切 还能达到另类 宣传台湾的效果哟 德鲜王韩平王后年